我們的將領對我們彈劾的一個理由 因為他們放寬 剛剛講得非常清楚 1.7 億的廠商就可以進入來 投標我們 352 億的一個建案 那這個是完全沒有考量 他財務上的一個領約能力 而且他的招標文件裡頭 沒有財務的 會計式的簽證 那至於高雄市前海洋局長王端仁 以及陳文森研究員 他是漁業署 不管是當時的高雄市的代理市長 許代理市長來 或者是當時的漁業署 署長也就是叫做陳天壽 他目前已經是蘇內閣的農委會副主委 他來接受我們約選的時候 都同聲表示這兩位的言行非常不恰當 也就是違反了行政程序法相關的規定 有關新達港的土地 有兩家廠商 一個是唐榮 一個是慶父 那唐榮的案子被駁回 駁回的時候是在會議當中裡頭 兩派不同意見 後來王端仁局長打電話進來 那漁業署就讓步了 就讓唐榮的案子被駁回 接著就慶父進來了 慶父進來了之後 我們的這兩位官員就拜訪慶父的小老闆 也就是後來逃逸的陳偉智 教導他 也就是教導廠商如何向政府施壓 然後就教他 你可以縮短沉租的年限 提高租金 那就可以排除其他人進來租 可以綁到阿貓阿狗 也就是說阿貓阿狗那些其他的廠商 就可以不讓他進來 然後再教他 可以用漁業綁14條 跟漁會合作 綁在漁會底下 你就可以進來做修造船業 來幫獵雷界找土地 有請他 廠商 閡 閡